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应该在石抽之路形成的时期 但是主要还是近现代人的交流带来的 葡萄酒传到中国后带来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它的作用和东方的茶叶类似 是东西方文化互相借鉴 创新 融合的一个载体 它通过茶角 它用词 又了解了中国的词 词上有绘画等等等等 它就会接受了东方的这种很多文明 同时呢 它又把它的那种文明 又通过这个茶叶又反馈过来 那葡萄酒呢 我喜欢它 就希望它也充当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过去对它了解不多 我们希望现在了解西方的葡萄酒 同时我们也有中国自己产区的 不同风土特色的葡萄酒来交流 来碰撞 这样是文明和文化交流 这是它最主要的 它最值钱的地方 葡萄酒这个产业最有意义的地方 葡萄酒相比于白酒与啤酒而言 在中国依然只活跃于小众群体 这源于东西方酒文化所承载的内容特色不同 那么这个葡萄酒来了以后 我们既欣赏它 既觉得稀奇 同时呢 又想用自己对酒的理解来影响它 主要体现在饮用的方式 对葡萄酒的这个品鉴的理解都不同 包括我们现在讲的葡萄酒 要比较着喝 要慢慢品鉴 那是中国文化它不是这样理解的 酒嘛要喝就是要有一个情绪在里边 还要喝好喝醉 要痛饮等等吧 中国在种植酿酒葡萄方面 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业界 北纬38度尾线 被称为种植酿酒葡萄的黄金尾线 其沿线的天气气候 降水量 光照强度 昼夜温差等条件 适合种植优质酿酒葡萄 所以说全世界都能种 中国也都能种 但是要想种出好的酿酒葡萄 它是大自然有一个基本具备的条件才行 我们应该把握好中国的西北地区 这些比较适应形成优质的葡萄酒产区的地方 来大力的发展葡萄酒产业 与法国等国相比 中国葡萄酒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人显不足 实现中国葡萄酒当今世界书的目标 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规模 数量 价格问题 而是应该把中国葡萄酒产区的文化背景 文化特色 文化内涵体现出来 体现中国葡萄酒的风土 要实现中国葡萄酒的当今世界书 比如宁夏的荷兰山东路 比如新疆的伊犁河谷产区等等 要把那个地方的自然环境的特色 要体现在葡萄酒的果实当中 包括它酿酒的品质当中 要把它的人文特色通过葡萄酒 这样一个载体能够把它体现出来 这才叫好葡萄酒 这才叫有特色的葡萄酒 这才能实现中国葡萄酒的当今世界书 词曲 编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